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对于跨海大桥的桥墩感到很疑惑 你说海水这么深 跨海大桥的桥墩是怎么在海里打下去的呢 青年小编就来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都知道 建造跨海大桥首先就是要在海里修建桥墩 而且不同水域修建桥墩的难度跟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在修建桥墩的时候 刚开始是净水区域 采用的是搭建施工的方式 越往后修 所离水岸的距离就越远 那时也需要用船来运输材料 这时我们可以采取维燕技术 维燕就是用土堆筑成梯形截面的土地 饮水面的边坡不宜抖于1比2 极坑侧边坡不宜抖于1比1.5 通常用砂质粘土填柱 还有一种方法是沉井法 先将工程需要建造的沉井放入水中 然后抽干沉井内部的水和淤泥 一直到海底岩石层 然后再进行打桩作业 放置高龙之后浇注水泥 修建高度 但是海水太深的话 这样的方法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一般就是通过搭建高于以往最高水平的结构平台 从而在沉井的方法之上 再进行修建 小编对此也觉得怎么样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